第十四題 柏陽發現實驗桌上放置四個燒杯 分別編號為夾椰、魚、餅和釘 而且燒杯內裝有無色的水溶液 老師提示此四杯溶液中有食鹽水、鹽酸、碳酸氢鈉水溶液和氢氧化鈉水溶液 柏陽分別操作下列實驗後 將實驗結果紀錄如下表 請回答十四到第十五題 十四題是問 根據上述的實驗紀錄判斷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我們甲燒杯丟入貝殼會有泡泡 丟入鎂袋會有泡泡 丟入分泰會呈無色 所以它應該是酸 因為酸加貝殼碳酸酸鹽會產生二氧化碳 加鎂袋活性大的金屬加氫酸會產生氫氣 所以甲燒杯應該是鹽酸 那麼丙燒杯分泰是紅色 表示應該是鹼性 然後加入醋酸溫度會上升 這是酸鹼中和會放熱 所以丙燒杯應該是氫氧化鈉 那麼丁燒杯通通都沒有作用 那麼它應該就是食鹽水 所以選項的A、C、豬都是錯的 只有選項B 乙燒杯是碳氫氣氧水分是會對的 因為乙燒杯滴入分泰成紅色 表示成鹼性 那麼滴入醋酸會溫度上升 然後有泡泡 因為我們的碳酸氣氧碳酸鹽 加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乙燒杯是碳酸氫鈉 所以第14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一個選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乙燒杯是碳酸氫鈉水溶液 總兒1 2 4 1